澎湖第一作战区这两天举行镇江操演 目标模拟海上水陆敌军进犯 另外新竹县宝山乡的山区 有大货车驾驶不熟路况 误闯了进行的道路掉到山沟里面 车上载的泥土都掉到溪里面 民众担心水质会遭到污染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一下五一点钟的三例新闻 我们一开始先来看看有人耍帅 结果被检举了 好 这个骑士呢 它是在花莲新城乡停等红灯 连续两个路口只要绿灯一亮 它马上跳狗链加速往前骑 后面的驾驶看不下去了 就跟附近的派出所检举 这个骑士被开了两张罚单 罚环至少是万元起跳 而现在在台南确诊个案 如果收到简讯的话 有更加简单的诊疗做法 台南市政府他们针对居家照护确诊者 跟居隔者设置了所谓的供照云 三类对象把这个快筛的结果上传 由AI做影像的辨识 确认阳性的话就直接安排视讯看诊 如果说照片的品质 或者是快筛的结果反应 比较不明确的话 那么上传的快筛影像 会直接转给医疗团队判读 其实打选战很重要一点就是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接着来看看民进党在台北市 选议员的部分又是如何呢 好那么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吴一农他昨天跟九名初选过关的新人 一起打保龄球展现团结 同时他们也说这次一定要打团体战 让提名的26席全上 而各个区域也都有所谓的联合竞选计划 但是反观在蓝英的部分 这些新人要靠自己拉抬士气 所以他们也说真的好羡慕 要走起小学党 加油 初选脱颖而出后 民进党北市议员选将气势当头 至于在中国的部分防疫力拼动态清零 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也持续的紧缩 甚至前护照到期的话 也不给人家焕发 最近还传出机场边防人员严厉的盘问 即使民众有外国的绿卡 还是被拒绝出境 甚至还当场被检掉护照